掌者收股息 今天A股升了1% 好像很有计划 升了1% 香港开市的时候 跟着A股升势 但由头跌到尾 大陆也是这样 这些模式叫途生门 一开始有个途生门打开 你想走就走 你不走 门越来越窄 跌到尾尾 只剩100多点进帐 有些不可说奇怪 可能在国内也是很正常 传说有些基金 给国家队指导 指导他 今天不要沽货 途生门也不要沽货 尽量做到 不要有淨流出 是否真的 但有些文章是这样传 其实这就是违反一般基金操作 基金多数都是 看见市厂 看什么股出去 长者收股息也是这样 既然叫你不要淨流出 其实有很多方法沽货 沽空 做相反的ETF 很多方法 叫你不要卖出去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香港的股股 举一个例子 有邦 有邦一开始升2% 威威威势 传说要回购 用多少亿 开了个途生门 如果想走就好走 如果不走就越来越窄 跌到最后升1% 都算是有得升 好了 我还看到有些网红在说 现在才来买港股 会不会太迟呢 问好 看到升市通常都不是买股 你长大一点就知道 经历多些股票 市场的波幅就知道 升市就尽量看看有什么货 今天等待跌市 就可以去买 就是这样 我看到一些新闻 有一家叫永旺 吉之岛那一系 他们的生意已经回复到 疫情了 但经常听到有些报纸 电台访问协会 代表人 经常说生意 回到疫情前的六成 为什么有些行业 可以回复到 有些行业回复不到 可能有些人做生意 他怀面过去 又陶醉 他以为没有了疫情 之后做回以前的模式 生意就自然会来 他这些是自己 一厢情愿的想法 可能一般消费者 经过几年间的疫情 已经改变了生活方式 应该 觉得夜市出街 未必一定是这么好玩 你记不记得当时 疫情很厉害的时候 说到好像夜市很有害 日头你可以去喝茶 下午你可以去喝茶 一到几点 禁止 那就是明明 日头不怕传染 晚黑怕传染 政府确实要做些事情 扭转 我看到有则新闻 有些地区人士或市民 摆走宽送官 民政官是这样的 大家夹钱 请你 欢送你 有些道德满分的人 就出来说 那些道德100分 好人来的 道德100分 那些 他又出来说 那叫奢华 叫浪费 跟着信报 又写了尊栏 叫上江上 再说 哎呀你不要浪费 这些叫道德100分 但是不理夜市 这些 做夜市应该多些聚餐 就对 因为你要弥补过往两年半三年 没有聚餐 这些消费 那你现在多些聚餐 就对 应该政府特首出来带头 我这个特首版 首先去大家聚餐 聚一聚 大家疫情 这么苛刻 这么严峻的时候 这么严峻的时候 大家都紧守岗位 出去喝一杯 你带头 政府这么多部门 那么多公营机构 鼓励他 或者撥些钱给他 有什么问题 喝茶吃饭 聊天消遣 有什么问题 现在就是 有些人走出来做警察 他说这样不行 那就不理夜市 现在这个问题来说 聚餐 对消费 对经济 对夜市 是有帮助的 不要说政治 说回股票 说回股票 有个朋友问我 中海发展是否好呢 这个股票 中海发展是一些 国内的建筑股 是数一数二 赚钱数一数二 但是今次的业绩 就和这个三八六一样 赚少了 派少一点 今天就跌一点 本来开市的时候 有些升下的 升市的时候 没有买股 其实这个股是可以投资的 我没有的 但是我呢 就推介过给我的同学去买 那他买完之后呢 就请我去木球会 喝茶 已经是一年之前 很多只内房都不行 是这只可以的 就是这样 为什么不买呢 我哪有这么多钱 买了所有好的股 好的股 到处都有 我只关注我自己 买了钱去买的股 人民币 未穿73 还在 还在 看看新世界 新世界就坎坷了 新世界 但是呢 被谣言所害 股价下跌到六个月 新低 其实都跟二周低位差不多了 他出来辟谣 别人说去抵押一些资产 不够 总之说他财政不够 有一个简单说法 他又找个发言人出来 否认 又说要告你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要保留这个法律 什么什么什么 不懂 总之说 这些特法性不利因素 特法性不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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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很快 搞定了公关 搞定了它 股价跌了之后 会补偿 我反而 觉得这些股价 是被这些不明原因的 流言所害 真的可以投资 新世界 我关注这个 我关注这些 我关注这些 反而走才行 不能正向地想 你会说 不可以 被人说 空月来风 有什么问题 也不要碰 可能走了 这个机会 我觉得这些股 有10厘色的 我关注它 新世界和恒姬 两个懂得做 懂得做 撑野屎 恒姬更聪明 我觉得恒姬第二代 也挺聪明 他说 打算发券券出去 令到多些客人去消费 给一些证券出去 说完之后 他说 都知道 行业上 都是不够人用的 就是他 YES 之后才拔 他这些 都挺聪明的 这个挺聪明的 这个挺聪明的 新世界 就跟着一起说 一起说支持 诚实 没出声 大型其他都没出声 他们应该是 聪明的 看别人怎么做 他才怎么做 但那些什么 零售协会 那些 一跟他说 他就说 很负面的 你跟他说一次 就算了 不要再跟他说了 再跟他说 就等于 兴向和他 跟他说 跟他说 跟商场老板 跟着 个别行业 个别大酒楼 立得税多 那些 你真的跟他说 你做些活动 你最多 就是 宽便一下 他的税 等于 可以 等于投资 你想不投资 就有收成 很难 等政府官去想 那些一口回绝 你不要再找他 你找他 他以为自己很兴向 这个是现实 好了 大家有没有留意 这个636 物流 就叫做 加利物 加利物流放业 马上有9个仙式 他说 未来那季 可能会好些 但我看 他之前的升幅 很可能就是 怎样搞起个价 然后就卖生意 给顺峰 现在卖了 我看 我看卖了 那些价格就回落 即是 你买生意 你的股价高些 买出来 即是调转了 如果你是顺峰 王伟先生 你对着这些家里 这些人 这样 之前第一件事 就是 把自己的货仓 给回家里建 卖给 然后现在就这样 我猜 这些股价 就是在拆手当中 拆手当中 沿途有什么特别新闻 可能有些波幅 就是 拿来找一下 快钱 我记得 都出了 9.2 我记得 但是 顺峰同胜 又扭规为盈 局势就是这样 顺峰 就要来香港上市 所以 顺峰什么 顺峰密密 都要好 顺峰房托 也要好 顺峰物流 顺峰集团 也要好 顺峰同胜 也要扭规为盈 才来香港上市 才够威 这些是一般 做企业想IPO之前 整理好所有东西 就出来推介 这个很正常 有什么股 有什么股可以说 行基和太股 趁低价 强拍摄如冲 那边 沙基弯 一些地 一栋楼 发展 你看到 趁地低价 趁地低价 趁物业低价 做这些 挺好 拿多些机会 去发展 赚钱 低价买入 低价买出 总之 差价 人家做生意 就是这样想的 你自己 买房子来住 就不是这样想 哇 跌了 现在不需要 先住在妈妈 先住回家 等它跌多些 我才买 很多人就是这样 所以 你又等下 又等下 那些楼子就跌了 现在就是这样的程度 但有些公司 仍然是去沉迷机会 有个板块 就是中资人行股 3988 三售派业绩 我猜它是单位数字的增长 有得升 1398又有得升 1288 龙行还升了几天 我觉得 现在也是接近的 接近中秋 很近的 应该 现在很多人对这个资讯 买中资人行股 有季节性的资讯 现在很多人越来越 越来越知道 这些东西 有些人提早走 应该提早走 不过 今年的盈利增长 就没有去年那么凌厉 所以今年升幅到哪里 升幅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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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幅到随静价之前 我就有些疑魂 今年升幅到哪里 升幅到哪里 所以如果你有多钱 现在也可以买一下 中资人行股 这几只都可以 3988 1398 128 为什么不说939 939 在这三续里选 939 也不是不能买 但比较浓 比较浓 它是较小一点 2788 今天又升了 年升了几天 大家要记住 上次老闆 沽货的位置是2.88 道瓷斯 开市四分钟后 三位数字 道指 立指都三位数字 阿里有2%征服 汇丰升少少 腾讯未开市 腾讯在美国的交投是低点 明天收市的时候 才可以做点预测 看看 中银香港就快放业绩 再说一次 中银香港如果不加派息 中期息不加 它会有1-2元跌幅 原因就是恒生加了 东亚加了 如果不加 放出来 鎮势就弱了 现在不要买了 估计要看30 我估计的生意也不错 你看东亚也做到 但是如果管理层想起来 加一个仙加少少 至少也好 至少不输过阵势 看先 8-5-7 我推测都会赚少些 败少些 今天 3-8-6 就是跟大事上 跟大事上 投资者都没有嫌弃 他也是赚少了 派少了 所以我推测8-8-5-7 都会走回这个路 看看明天有什么信息 再补一补预测 三个美国收市 三个指数都升 升三位数字 阿里又升 京东又升 汇丰也有半个%升幅 我今天早上开市 我看升 升市尽量避免不要买 但有一种我关注的 就是新世界 因为它被谣言所害 跌下跌到低位 跌到52周低位附近 我就关注这些 其他一些股票 就是 如果你想逃生 就是等它有些升幅的时候 你不想要 或者焦虑 你就卖出去 再等 再等 因为股票 跌了就会升 升了就会跌 这是循环 不用心急的 我今早看升 我关注跌了的 如果你的心仪股 是不升 反而是跌的 你就可以不妨买一下 但否则是升市 每一只都升市 你投入去买 就不值得 好 今早说到这里